而8月5號爆發全球股災 在這之前 AI巨頭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從7月份的高檔價位幾乎是每天減碼持股 共套現了3.23億美元 創下了單月新高 面對股災 科技的大老闆操作是大不同 像是英特爾月初公布的財報成績不佳 並且宣布大財源之後 股價就一路暴跌到接近近值 英特爾執行長晉辛格 上週也趁公司股價大跌抄頂 似乎顯示這地板價可能已經浮現了 AI教父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身價在6月份達到頂峰約1190億美元 但不到兩個月後 他的淨資產縮水至884億美元 就是因為8月5號爆發全球股災 在這個黑色星期一之前 黃仁勳一路從7月份的高檔價位 幾乎每天減碼持股 共套現3.23億美元 創下單月新高 今年夏天總計賣股套現約5億美元 回答股價雙中五收盤 小跌0.21%至每股104.75美元 近一個月下挫19%主要是有多重因素造成 但專家看好長期趨勢不變 而科技業大老闆操作大不同 Intel繳出財報不佳 並宣布大裁員後股價一路暴跌 不過隨著Intel跌至接近有形 資產淨值地板價可能已經浮現 Intel執行長基辛格 上週也趁公司股價大跌抄底 8月5號斥資25萬2千美元 買進1萬2千5百股Intel股票 黃文君的這個比較是屬於 他之前就已經設定好的一個賣股計畫 通常當這個股價到達一定的這個程度之後 他就會自動去執行 Kinsengar這個部分 他往年都會在財報公布之後 他自己會買25萬美金自己家的這個股票 近連續12幾 目前這個整體內部人 其實對市場還是比較偏樂觀 我們看從年初到現在 其實這個內部人買股這個比例 一直持續在掙扎 巴克萊銀行報告指出 最近幾週各種宏觀經濟因素 AI支出方面的擔憂 進一步影響了股市 市場密切關注 揮達28號將公布財報 可能成為大型科技股 下一個關鍵催化季 記者曹英辰博城台北採訪報導